三官有跟食神和三官這兩個 太多的話呢 這個時候的他就不喜歡 核化成功嘛 他不喜歡父母管教他 因為硬是克的 知道嗎 硬是克食神三官的 他不喜歡媽媽管他 所以這種時候媽媽應該要比較順從他 然後他比較順他爸爸 因為才為父嘛 所以他比較順 核化成功他比較順 順他父親不喜歡母親 他覺得母親很唠叨 跟父親感情比較好 明白啊 三官怎麼看他有跟還是沒有跟 下面沒有啊 下面沒有就沒有跟啊 下面如果有三官就有跟啊 第一個是問得很好 第二個是廢話 不過還好 他沒有廢話的廢話 如果三官在這邊的話呢 就是有跟 如果是在這邊呢 有跟 如果四個都沒有呢 沒有跟 如果在這邊呢 有跟 哇 一個套天 如果在這邊呢 沒有跟 那個Youtube的人就 快點 快點 不要問這個 還有人說 有人說 隔閡就不和 隔閡就是 假在這邊 擠在這邊 這個就不和了 這種你都不要去聽 保證他們是錯的 好 來這個 這個假擠 這個人 屬什麼的 屬木的 看到嗎 他屬木的 明白嗎 他幾月出生的 四月 四月出生的 四月 OK 好 這個八字 然後他 這個八字裡面 旺什麼呢 旺火 火很旺 因為在四月 火很旺 所以假擠核化土 核化成功嗎 我們這樣看就很容易看 是不是啊 核化 假擠核化 再看不懂的話呢 把它圈起來 家裡自己有Mark什麼的 把它圈起來 假擠核化土 核化成功 他核化了 剛才那個核化了 變成什麼 食神三觀 對不對 這個核化了 全部的 沒有用的 離開 有用的 你看 他這個呢 就正財就有根了 看到嗎 正財有根了 正財有根 偏財收起來 藏起來 偏財藏起來 正財有根 那他要問什麼 他如果是問事業的話 那就很好囉 正財是有根的 但是做生意 我就覺得 還不是時候 天時定義人和 他因為 記住 有偏財的人 一二三 是不是偏財 有偏財在下面的人 做生意是很好的 十個裡面 十一個好 但是呢 一定要透出來 透出來就是機會來了 機會就來了 一定能做的 明白嗎 但是呢 主 Optical很多 因為他 他本來的八字 是不透的 他是借用 今年有透 他去做 所以他本來 就是好像 我本來就 就不是廚師 然後 機會來了 我去學主 是這樣子的意思 如果有透的話呢 我爸爸是廚師 我媽媽是廚師 我也是廚師 這樣子 那種是有透的意思 所以做 會比較好 凡是正財 就是事業 正財 只要看到 你看 有根的 也有人說 假擠合化土 擠不可以有根 只一有根 就合化不了 也有這樣子說法的 我先跟你們說 是擔心以後 你們自己學就學 學了 就沒 就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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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得 好像有時候 你們自己 有很多的問題 你們會去找一些書本 找書本來看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夾起合化土 土有根 就不算合化 這都不對的 是近期 最近 這些書本 都是近期的 一定是201頭的 沒有200頭的 好 那麼這樣子 合了之後 首先先看一下 他的合 合了變什麼 合了變財星 就是變土 土 這邊有沒有土 有 土是象 土是象 那麼他有沒有祭土 沒有 是賢土 等待機會 賢者 就是在等 等待機會 賢 他很有可能會變成凶星的 很有可能會變成急星的 所以他做生意 一定成功嗎 不一定 不一定 做生意不一定成功 明白嗎 所以賢 賢 賢要小心 要小心 比如說如果他的用神出來的時候 賢神就不應該出來 因為會去課他 那麼賢神就跟他們 就跟他們很好了 賢神就變成壞蛋了 懂嗎 我常常說賢神就像槍 警察拿到就好的 壞人拿到就壞了 賢神就是這樣的意思 明白嗎 以前我還記得人家問我 那子彈是什麼 我是做example而已 他問我子彈是什麼 ok 好 所以偏財 偏財一旦透出來的時候呢 就是 做大事的時候來了 好 好 來這個 這個是 好 夾擠 夾擠 夾擠核化土 那麼 筆尖 ok 看一下這邊 忘火 所以他有沒有啊 有沒有 忘火的話是什麼 物和鬼嘛 物和鬼就是忘火嘛 有沒有物 沒有 有沒有鬼 也沒有 好 那麼這裡呢 兩歲的時候呢 有鬼 五十二歲的時候有物 就要特別注意啦 那段時候要特別注意 明白嗎 大家一定要記住 你們一定要看到你們這裡喔 一定要記住這裡 這裡很重要的 這個很重要的 很多算不準就是這樣 打個比方 這個人 好 這個人 呃 現在是 2017年 對不對 正月初日已經過了嘛 所以他現在是在走這個 基的運 不一定喔 他這個 他的基運喔 有可能是在 立冬過後 後十三天 他才開始走 所以立冬就是十月 也就現在幾月 四月 三月 四月 對不對 他還在走猴子年耶 懂嗎 他還在猴子年耶 為什麼 所以他 因為今天充胎稅嗎 看到嗎 所以 他不覺得不好的 會嗎 他不覺得的 為什麼 現在他在猴子年 要什麼時候呢 要等立冬 立冬 立冬過後 十八 十三天 立冬那天 再加十三天 等於什麼 他才開始走 基的運 才充胎稅 所以你叫他 寄胎稅 不要去白事 應該是叫他 從立冬開始 才寄 而不是叫他正月初日寄 懂嗎 那我為什麼還要 拜胎稅 因為 拜胎 我們都不知道你的大運是什麼 如果我在拜胎稅的 舉辦這個胎稅的法會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你們的這個 每逢 人或丁年的時候呢 看你們的節氣是什麼 後十三天呢 你們才能交大運 明白嗎 跑了 沒有人懂 我在講什麼 所以 胎稅 你沒有犯 拜胎稅也是OK的 沒有什麼關係的 明白嗎 所以這個人 幾時走基的運 所以你們看到 你們這裡 要看你們這裡 這裡到底寫什麼 你就知道了 好 好 有問題嗎 他的認是從哪裡的 下面也沒有看到他是屬於 答應在床裡認出來 或是什麼地球 那裡啊 十二歲 十二歲 十二歲是認 什麼 兩歲 兩歲是鬼啊 鬼啊 這個鬼 對 兩歲 兩歲 然後 認是從十二歲開始 啊 對 十二歲開始 那上面是一歲 五個月 十一天那個是大運 算大運 對 出生後一年五個月 任何丁是從 怎麼來的啊 這個任何丁啊 逆算和順算 你是說這個任啊 這個任何丁啊 是五年啊 五年 五年是任 五年是 就是五年 每五年他會轉一次 他是在什麼時候轉 只要看到人的時候呢 就開始轉 看到丁的時候就開始轉 怎麼得到人出來 這個任是怎麼得來的 哦 你是要知道 這個兩個怎麼得來的 以後就會交了 這個 這個 這個會比較遠一點點 會比較遠一點點 這個以後會交 一定會交的 這個是很簡單的 這個 就跟這個是一樣的 跟一樣的 以後會交 以後會交 OK 好 這個呢 我們呢 注意看這個人的八字 雖然還沒有交到 還沒有交到 但是我們要注意看 因為他有 這個是五 這是位 五和位是相合的 五位是相合的 所以我們要注意 那麼五和五呢 所以有行動破壞的 這種八字要小心 要注意看 地支 地支有行動破壞的 通常地支有行動破壞的東西 就是不順 代表不順 除非他是 他的行動破壞 你看他這邊的五啊 五是老大嘛 對不對 火是他仇家 火是老大 火是老大 所以你有什麼東西 可以把他的火給殺掉的 水哦 水庫可以把火給殺掉 可以嗎 看一下他八字 哇 慘啊 半滴水都沒有 懂嗎 所以呢 他遇到 哦 今年是什麼年 水年 啊 水年 那麼 今年 你不可以說今年是水年 他就好了 他是火山 他必須要有什麼 有根之水 有根之水 才能夠幫助到他 但是有根之水 不可以在八字裡面出現 所以他的老婆 如果他的老婆的八字 是無根之水 才好 知道嗎 老婆無根之水才好 運氣啊 有根之水的運氣才好 因為今年我是有根之水的運氣 我能夠克服一些火 過了之後就沒有了 過了今年就沒有了 老婆是陪我一輩子的 不是今年陪我 明年他就沒有了 對不對 那個叫bought time 不是叫老婆 所以永遠陪著我們的 不可以有根 有根就傷身 把它去掉 甲河擠核化土 然後呢 我們再把它給去掉 全部都筆尖 筆尖在下 沒有透上的 這個不算透啊 這不算透啊 筆尖在下 沒有上來的 有沒有看到 沒有下來的 全部悶住了 大家要記住 如果核化 剛才這樣 不是剛才講 現在這樣子的 夾起核化土 對不對 然後都是筆尖 上面有沒有土啊 沒有 沒有土 是不是 全部在下面的 是不是地支 地支藏核化 藏住那個核化 是不順的 懂嗎 地支有行衝破壞 做事不順的 天干呢 天干有行衝 有行和衝呢 代表什麼 成績不順 我們等 等那個成績 哎呀 最後完蛋了 懂嗎 不是做事情不順 地支的話呢 是我去學校 被bus撞到 要不然我去 我去開工 哇 下大雨 淋到濕濕 哎呀 不順 明白嗎 然後我做這個報告 設計設計設計 設計了之後呢 把這個報告交給老闆看的時候呢 就在等 最後fear 那是天干的問題 所以叫干涉 和地支支配 不一樣喔 明白嗎 明白嗎 所以八字裡面只能跟你說 天時和地利 天干就是天時 地就是地利 地支就是地利 沒有辦法跟你講到人和的 知道嗎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聽得懂 聽得懂 怎麼不算你們聽得懂啊 好 所以 筆尖沒有透出來 筆尖一旦沒有透出來就麻煩了 這個人有什麼事情呢 他是悶在心裡面的 你們如果是有筆尖核化的話呢 這樣子你把它離離掉 筆尖在裡面的人 他們有事情 他們不會跟你講的 你生的孩子 如果這個孩子是你的 你最好是 吃掉再生多一個 很 很 很讓人家擔心的 知道嗎 然後他又喜歡你關心他 懂嗎 所以筆尖他就 什麼 什麼 什麼事 沒有啦 講啦 沒有啦 講啦 沒有啦 是筆尖的 這樣子 明白嗎 筆尖就是這樣 然後筆尖如果是沒有透出來 我是說這個人 你不要看到 我有筆尖沒有出來 是我是悶悶的 不是啦 筆尖如果沒有出 他是 甲脊核化土 那麼筆尖稱為筆尖 筆尖沒有出來的話呢 也代表什麼 他病啊 不知道的 很好 40多歲 很好 50歲 很好 最後癌症 末期死了 突然的 會突然間死掉的 明白嗎 他這些都是 很麻煩的 今天出門很好 最後呢 踩到大便 那種 那種 就是筆尖不透的 明白嗎 如果他的腸那邊 主事有 他一定有 不跟幾次 如果他有一個 物的話 那麼他的物也算在裡面 他會不會 對 那種 那種 他會不會